2011年, 憑志明與春嬌 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 阿希的電影標誌 是以香港的地道青春氣息 作為創作的題材 對他來說, 青春猶如空氣 是人物, 是態度, 是關係 甚至是一種病 2016年是他入行的第十年 你好, 早上 早上拍的 說一下 你好 很美, 人家不懂化妝 我是雜女 其實我很男人 我猜我未至於很粗魯 就算我是男生 但我也是一個斯文的男生 可能在我的電影 或是在我的作品中 所呈現的青春其實是一種病 很不安、很不確定 很需要尋找自我認同的一種病 當我去探究青春是甚麼時 特別是透過作品的過程 原來病其實也未必是一種負責的事 他可能是一種性格 所以我覺得青春是能夠標籤的事 很多時我覺得青春被標籤了 陽光, 幻想氣很動 我覺得在我電影的世界中 對於這個世界多點提問 對於這個世界的分別 就是我如何思考青春 以及如何體會青春 我想我的作品 目前仍然是不停提問 究竟我們作為我們現在這個年紀的人 我們可以做甚麼 或者我們仍然為甚麼而傷心 為甚麼而開心 沙發也是一個挺強烈的象徵 或者挺重要的元素 在我的電影中 所以前度裡有一張很漂亮的單人沙發 然後幸福的旁邊也有 然後曖昧也是 然後對白的創作和渴求 是一個真正的心聲 我覺得這樣的處境很像香港 現在香港人面對環境壓迫很小 你可能擺放這張床 其實已經不可能擁有一張沙發 如果你擁有一張沙發 在你的家或空間裡 你會否則更成熟或成長 因為你可以有這樣的空間 有人陪你一起坐這張沙發 再潛在一點的一個潛台詞 就是你想有人跟你在一起 你想不孤獨 其實是你會很想有人在你身邊 而那個沙發就好像營造了一個 令你不孤獨的環境 我就是在我邊的生活 那就是我的生活 這是我 我哥哥 你會不會孤獨 你會不會孤獨 我會孤獨 你會孤獨 你會孤獨 在你身邊 好 我會孤獨 你會孤獨 遇上香港現實的殘酷 他們的希望一一落空 甚至連坦白說出心裡想要甚麼 都變成一種奢望 成為被標籤著失敗的一個族群 在他的作品裡 本來陽光燦爛的青春變成了原罪 朋友,我跟你是朋友 那不是我們是甚麼 我不會用廢青這個字 去稱呼我的角色 而我在電影裡 甚至我給了一個名字 他叫做普遍失敗者 叫做COME AND LOSER 你那種賺錢是甚麼 都說是,有錢就賣給你 你買錢是否會死的 你現在要出來做 回答我 那我每次賺錢 讓我的朋友付錢 我怎麼都會賺一、兩次吧 難道我像你一樣嗎 全二十歲還搶手 在家裡賺錢 COME AND LOSER 本身就是普通如你和我 普通如他或他 大家都可以勇敢說愛 但我們又因為甚麼而不確定 這就是我的題目 所以電影裡有很多的生活處境 很多的工作問題 他們在過度青春的時候 他們面對,以及他們會決定 那我進入我的電話 和你的電話裡 那時候就順便把帳號進你的電話裡 你為甚麼進入我的電話裡 我花了大部分的篇幅 去形容人們面對慾望 而受環境所限的時候 他們所作出的決定 或是他們所做的蠢事 而那個蠢事或是違反大家社會 覺得正確的標準的過程 其實就是我們誤解了青春的地方 你做甚麼 我沒看過 以往 以往我的作品的問題就是 我感動人的部分 它往往不是一個時刻或是一個時刻 它往往是一個潛台詞或是一個訊息 變成感動的人不多 不容易多 在我電影裡過的生活的人 可能人數有很多 但他們喜歡的東西不是這件事 我拍攝這群人 但這群人看完全不屬於我拍攝的真實 我不覺得我還會為我帶來觀眾 我說真話,不代表我會帶來觀眾 這是我面對的問題 我還可以吧 如果我的電影或作品 當有這個族群的人看完之後 他們會有一些共鳴 或者他們得到一些溫暖 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入行十年 阿希努力透過電影創作 將感受到的香港獨有青春氣息 真實地化成作品裡的空氣 令一個人活在你我身邊 被現實社會消磨中的青春故事 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雖然作品未能完全跟商業市場 拉近距離 但阿希這種在創作態度上的堅持 或者正正就是青春本身 當外界的人或其他身邊的前輩 都會很擔心 究竟你在做的事 是否真的對你的事業有幫助 大家經常都會想是否會成功 或者大家最著眼點是否有成功 而我自己去消化 我自己在做的所有事業 我看到的就是 沒有一個成功的方程式 沒有一個程式 沒有一個前線 是你怎樣為止 哪一步走就會成功 唯一可以想的就是 你決定了用這個方向 他日我成功或失敗 我是用這個方法走出來 無論結果如何